先生 我再補充一個問題 剛才您在陳述的過程當中 提到了一二年 您的前提曾經跟您提出過 想讓他的父親退出 您提出了反對意見 始終認為他的父親應該主導大局 你們才是輔助的 是嗎 對 那我想問一下 那麼從您的這個表述上 是不是意味著 其實他的父親 壓根就沒有退出過公司經營 也沒有喪失過對公司的控制 可以這麼認為吧 公司的公章誰控制著 公司的公章他父親 這個公司09年股權轉讓協議 你是什麼時間知道的 09年的事當時就知道 因為這是商量的結果 我記得2009年5月份 因為商業樓 著了連續一個月之內 著了兩次火 當時我們一塊 我們三個人一塊坐著 聊這個事這麼聊的 說你看我這個歲數也非常大了 如果產生一些的法律後果 可能就要我去承擔 難道你們想讓我這麼大歲數 去監獄裡待著嗎 說既然那個已經你們參與管理了 那就是把這個股份轉到王名下 你們現在漸漸地參與管理 而且我也能避掉一定的責任 是因為是有前提條件的 並不是平白無故的 沒有支付對價當時本來協商的 沒有支付對價 當時沒有協商 就是要給我們 只是通過還是通過長輩 與兒女之間的這種對話 來確定的這個事兒 並沒有說這個錢怎麼怎麼著 你們去不用給錢了什麼 這些方面他沒有去說 那個我再問你一個問題 你的岳父在法庭上 如何給法官說的 就是我為什麼要讓我的孩子 代持我的股份 他得做一個合理的理由 我記得他當庭是這麼說的 法官問他就是說 為什麼要把這個股份給到我們 他當時說是歲數比較大了 然後又問 那你這個股份是給誰的 是給你女兒一個人的嗎 他說對 是給我女兒一個人的 這個有相關的情審筆錄的記錄嗎 有 沒有其他解釋是嗎 沒有 你比如說為了逃稅 為了享受這個優惠政策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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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等 所有這些都沒有 沒有 沒有 那他唯一的解釋就是 自己年齡大了 對 對嗎 對 自己年齡大了 跑不動了 對 沒法參與進營了 對 那因此讓我的女兒進行進營 對 那如果他們這麼說 你是否當聽給法官說 你看如果他這個觀點要成立的話 那麼他為什麼還保留40%的股份 他為什麼還要能夠這個 作為家長在這個地方指揮著 這個觀點我們當時並沒有提出 因為當時我們的注意力 都集中在那份待遲協議上 你們還有其他工商登記的 關於公司的一些決議的文件嗎 如果說你的前期在上面都有簽名 實際參與經營這些事 掉出來了 就是一些經營決策的一些簽字 我看過這個 我看過 我粗略地翻過一次 有一些簽字 假設你要有這個 你這個證據是不是原審的證據 直接證據就能證明 它那個所謂的代遲協議是虛假的 因為協議上寫著 你的前期是不參與經營的 對嗎 你這個證據是不是就證明 它這個代遲協議和實際是矛盾的呀 對嗎 你這個問題你考慮過嗎 如果有的話我想問 為什麼沒把這個證據 在一審的時候作為證據提交 我確實不清楚 還有一個問題 你的岳母還在世嗎 在世 對於你岳父把這個股權 轉讓給你們的這種行為 你岳母知情嗎 不知情 不知情 你是不知道還是不知情 她不知情 確定不知情 不知情 你確定承認她不知情是嗎 對 應該是不知情 先生 我聽到這裡 我想問問您 你們現在缺錢嗎 不缺錢 想通過這一場官司下來 能爭得這個公司的很多利益嗎 不會的 我還有一些孫兒 我不見得追求這個利益 但是我要說這個禮 這個情 這個法 您明白嗎